你都是诸法思维 都是随时绝造了自己的身口意的 你时时刻刻都有那个威仪 行住坐卧 都自然有威仪 因为那个文 就那个政治正见 那个戒 已经规范了你 已经在引导你 所以你依法奉持 当然就显现出 庄严的像出来 庄严的像就有教化的作用 你才看到我们 哇 这个有修 这两个真的有修的 你看看起来 那么寂静 那么慈悲 那么庄严 这个就用了 真正产生作用了 所以我想我们学佛 真的是整体的 不要在那边学假的 假的没有用 甚至用假来包装针 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其实做的动机都有点问题 这个很糟糕 现在末法实在就 这个可能性很大 比如说我们现在也看很多吧 很多慈善机构 又是怎么又是怎么 它那个利益都很高 就真的是要饶育众生的 真的政府应该去把它检验一下 他收进来多少 用多少在他所说的 那个对象上 还是只是图立自己 让自己用钱 发得更大方一点 如果是这样 那当然要禁止他 因为他是善用人性的 优点也好 弱点也好 大家都想行善 就是善用人性的优点 那我们都想行善 所以一登高一呼 就有很多行善的 就进来 比如说我们都想供养三宝 这个三宝 是守戒守的好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戒律的道场 那些人一定都修得很好 所以戒律道场 福报一定大 一定大的 那反过来讲 好 福报很大 结果你在里面不是实修的 那你是在骗众生 你是在破坏这个戒律道场 那你会不会实修 是不是真的 你的动机 你问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这边福报大我来吗 动机就不对了 因为这边可以修行 所以我来 动机就对了 所以如果是那样子 你动机又对 行为也对 不是进去里面混 而是真正的进去里面 净化 就是脱胎换骨 把它转回来 那人家供养你是 他的福报 我们接受供养 是我们的福报 两个人都有福报 反过来讲 如果不是这样子 他供养你 他没有福报 你接受供养 不仅仅没有福报 是罪报 你是一个不应该被供养的 结果你拿得很自然 那不是颠倒了吗 所以这些 其实我们学佛人 一定要随时检查 随时要检验 千万不要 不要被我们的贪 被我们的习气带走 如果这样 那就太可惜了